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部長不好意思 請教一下幾個對於條文解釋的問題 部長請教一下 就第一項 得向稅捐基增機關 調閱財產所得 營業納稅等資料 不受稅捐基增法 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那這個是 除了那個限制以外的 它都可以嗎 這個是是不是過於擴大解釋 這部分可不可以就 這部分回答一下 那第二個 第二第三第四 我的理解上好像是說 以這樣的一個調查委員會 他的權力是不是過大 那再加上最後一條 他說為執行本條之調查 本會於必要時 得請各級政府機關 或警察機關協助 那這個是不是形成一個 可能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權力機關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那這部分是不是請部長解釋一下 謝謝委員 我想這個案子提出來的這些意見 我們在場很多委員都是真的才是專家 真的都是專家 對這個議題的掌握真的都是專家 那我覺得我只能對比較 我認為比較通案 能夠確定這樣子的內容能夠 以後能夠確實也能夠執行這樣的角度 然後來能夠提供協助 那最後一條他這樣解釋是不是說 以後未來這個委員會 他可以發 調查委員會他可以發搜索票啊 因為看起來很像是 各級政府機關或警察機關協助 也就是說 如果需要的話可以進入到民宅搜索 對嗎 這個我想還是請提案的委員來說明 可能比較好啦 好 這個不會說到你家去啦 還要先認定三十四年 你也想要 好 那個各位委員同仁來 不能全民亂講 內政委員都會 好 那個各位委員維持一下秩序 尊重這個八言的委員 好不好 那個許委員你還有要八言嗎 好 謝謝 好 好 這個維持一下秩序 維持一下秩序 好 接下來林德福委員 好不好 人家沒有要你們說明 這個你們就不要說明了 來 林德福委員